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 那这个单元事实上是讲到基督徒的天路历程 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古典名著 有一部古典名著就是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 那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呢 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了另外一个天路历程 那么很清楚的是 用圣经的话 那么根据以色列人在原样在旷野里面经过42站 那么我们的一站一站来看 所以我们就是根据旷野的42站来看基督徒的成长路 那么我们如果还是看42站的一篮表的话 那么非常的清楚 这里让我们就看到 就看到这个一些的42站是怎么分法的 是14站14站又是14站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梯 而且呢目前我们是到了32站 那么这个可以说在基督徒成长路里面已经到了很后面的一部分 应该是慢慢从成熟然后达到长城 那么这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给我们看见旧人 因为特别讲到以色列的老的一代怎样在旷野里面慢慢的倒下 然后呢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看见新旧交替 那么新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看旧人就是新人怎么长成 怎么成长的过程 那么这个是特别到了第三个阶段 那目前呢我们所看到的是加底斯 那么加底斯说过是42站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站 现在我想我们在继续以前我们先看看这张图有一张图表 一个图就是加底斯 那么大家如果看这个加底斯呢 这个就是现在大家还这是这是这是现在 就是这个世纪拍的就上个世纪就是1920世纪拍的一张的图片 大家知道这个加底斯呢是已经很靠近以色列 已经很靠近迦南了 那么如果这个那个地方等于是一片绿洲 那么目前这个加底斯啊 刚好是在以色列跟埃及的边界 那么所以这个可以是个军事的重地 那么普通呢没有人可以去的 我们这一次去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探子是为着巴西的圣徒 他们因为要想到埃及去想到西乃山去 他们要让我们先去做个探子 看看到底有什么地方根据圣经是可以看的 那当然我们一心意识很希望能够到加底斯去 所以我们申请说希望我们能去加底斯 结果他们呢他们觉得这是军事重地 说不开放的 所以但是虽然如此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办交涉 那么有意思的就是说一路上呢他们都派着一些军警的人员 随着我们 那么起头他们就很怀疑我们这些人到底做什么啊 那么这些地方都是人家都不要去的 怎么我们专门找这些地方去 那么起头他们觉得很好奇 但是慢慢慢慢他们认识我们了解我们 知道我们的确是很认真的 比方说我们到了拖家的时候 我们的确爬到山顶上去 那个是要蹬着磐石上去 那是比登西奶山要难得多了 我们到了拖家 我们看到那里的所留下来的骨鸡 那么那么我们知道他们也派着一个警察 就是保镖的人员带着我们上去 所以我们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眼里 虽然很辛苦虽然很艰难 我们还是去了 实在有几分的危险冒着危险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很受感动 所以等到我们这一次旅程快结束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给我们个好消息 他们把我们的行程也告诉他们 我们到底做些什么 他们大概都知道 所以他们说他们知道我们果真是很认真的 所以他们保证 如果下一次我们再有这种的 再去西奶山的话 那么他们一定会让我们去加里斯 虽然目前是军事重地 但到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所以这张图片呢不是第一手的 这张图片呢是有人 大概是在这个 以色列 大家还记得这个六日战争的时候 西奈半岛不是回到以色列的手里吗 那么大概在那个时期的时候 人拍的 那么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这个是一副大概样子 就是加里斯 所以以色列人呢 在这个一战呢 又带了 就是在这一战呢 就是经过三十八年 又回到这个加里斯 那么如果往北走 如果加里斯往北走 没有多久就 就到了这个加南了 就到了以色列地 留乃与密之地 不过很可惜 我们说过 这个地方呢 竟然是 米利安的墓地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亚伦 就是亚伦 在这个地方就被 我们知道说 就是因为摩西呢 这个击打磐石两次 神说你们 神说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这是非常严肃的 神说你要 叫他在他们眼前 吩咐磐石流出水来 结果他们不信神 所谓不信 神明明说他们没有顺服 这就是他们的不信 那不在以色列人前尊我为圣 所以呢 我们知道 他们的命运就决定了 神是说 你们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 敬我赐给他们的地区 那么这个一面是指着什么 一面是指着这个 一面是指着亚伦 一面也是指着摩西 所以现在在二十章啊 就是明书记二十章 给我们看见说 这个以色列的三个重要领袖 米利安 摩西和亚伦 他们的命运在这里决定了 就是他们都不能够进加南 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也是 是许多时候叫我们不容易明白的 但是 但这个的的确确是历史 也是在道理上 我们已经说过为什么 这样做 所以这个加底斯呢 我们讲过了 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战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要进到第二战 进到第二战就是和尔山 和尔山呢 事实上就是亚伦就埋葬在这里 所以加底斯 和尔山其实呢 是 可以说是 应该是在加底斯的东北边一点 的下面一战 那为什么要这样走呢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从那里有一条 往东走的话 有一条王的大道 王的大道呢 原来是那个时候的商道 最早的时候是军事要道 那么那个王的大道呢 就是可以一直往东走 然后就到了什么地方 就到了以东地 到了以东地 那么原因是这样 就是说虽然以色列人往北走 从加底斯往北走 很容易就到了迦南 但是这个 但是在这里呢 会遇见打仗 就是会遇见重兵 所以这条路并不容易走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 原来呢 这个时候他们最容易的条路是什么呢 就是沿着王的大道 然后先到以东 到了以东以后呢 然后你就往北走 那没有多久 你就会碰到什么 你就会碰到这个死海 碰到死海的东边呢 刚好是摩亚人所住的地方 那就是所谓的摩亚地 所以呢 你从到了以东地 然后到了摩亚地 然后摩亚地呢 你到了 到了这个 这个有一条河叫亚嫦河 亚嫦河 那个亚嫦河 刚好是在死海中间的地方 是一个东西向流的 一个支 一条河 那么 那个河呢 就注入 这个死海的 那么 那么等到过了亚嫦河以后呢 那么就到了什么 就到了亚摩 亚摩利人的地方 亚摩利人的地方 那么 那么然后呢 你就 再往北走 那么只要 一过了死海 那么过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说 那个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 约旦河呢 就在 有一个地方叫 耶利哥 就在耶利哥的附近呢 就注入 这个死海 所以 到了耶利哥附近 那么从耶利哥那里 应该就很容易就进到 加南 然后从那里就到了 耶路撒冷 所以普通 所以我们知道说 当初呢 摩西想走的路 是这样的一条路 意思就是说 他呢 已经到了加底斯 到了加底斯了 按道理 应该往北走 他不往 他往东走 往东走的目的 就是希望说 能借到 就是借这个 约旦 借着这个 以东的道 可以东人讲好 因为以东人是兄弟嘛 我们不要忘记 以东就是以扫嘛 以扫嘛 就是和雅各 是同胞兄弟 而且双生兄弟 所以现在呢 如果借道 借路 那么 按道理来讲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呢 所以他们就这样想说 是当初的目的 就是往东走 然后呢 到了 往东走 然后就往北 往北呢 那么就会 到了什么地方呢 就 那么这个通通是在什么 都在外约旦的范围了 我们说 那么现在就在 在外约旦的山脉 就从约旦的山脉 往北走 那么往北走呢 就 过了以东境 就到了摩亚地 那么 然后呢 在以东也好 在摩亚也好 一路上都有 这个康庄大道 这康庄大道 就是王的大道 圣经称他说 叫王道 事实上 英文叫做 King's Highway 那这条大道 我们 我想我们会解释的 就是他事实上 起初呢 是一条军事要道 后来呢 就当然就变成商道了 商业大道 那么这条 这个大道非常重要的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这个大道呢 是可以 可以 叫一些的货物啊 从这个 大把四格那边 可以一路沿入王的大道 南下 那么 南下到了以东 以东就离开 阿拉伯半岛 很近了 那么所以呢 苏地阿拉伯 这一带 还有呢 再往南走 就经过 就经过什么 就经过这个 西奈半岛就到埃及 所以这个大道很重要 就大道一面 是 就是 就是说 所有在 在什么地方 比方说 是在东方的 从东方来的 尤其东方来的货物啊 什么的 你一定要 到了到哪里 到尤法拉底河 过了尤法拉底河呢 你就 到了叙利亚 那么沿着叙利亚往南走呢 那么你很自然的 就往南走 慢慢你就看到了 加利利海 再往南走 就看到死海 所以 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一条大道 是这么走的 是个康庄大道 那么这个 所有的货物 都从那里经过 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它和这个世界 是打通的 那么大概呢 约伯 约伯约伯 当初就是在 以东地那一带 那这块地方 是神赐给 赐给 以扫的 那么所以呢 大家读到 这个二十章的时候 那么前面是讲到 摩西怎样在 米利巴呢 击打磐石 流出水来 那么然后呢 亚伦第二战 就是 荷尔山呢 就是 摩西呢 就埋葬在那里 摩西就在那倒下了 那么 为什么 那么所以这个 荷尔山呢 我们刚才说过 大概在 东北的地方 就是在 加底斯东北的地方 那原因就是因为 从那里呢 事实上呢 就是可以 沿着王的大道 可以带着 以色列人往前走 那结果很不幸的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到了 摩西内 从加底斯就打发了 这个使者 去见 以东王 他对他说 你的弟兄 以色列这样说 我们所遭遇的 一切艰难 就是我们在 列祖 下到埃及 我们在埃及 久住 埃及人恶待 我们的列祖和我们 这是民书记二十章 第十六十五节 十四节到十五节 那么十六节 他说 我们哀求野华的时候 他听了我们的声音 差遣使者 把我们从埃及 领出来 这是你知道 如今我们在 你边界的城 加底斯 求你容我们 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走 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只走大道 不偏左右 这个大道 就是王的大道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以东王说 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 免得我带道出来攻击你 所以以东王不肯 所以呢 以色列人说 我们要走大道上去 我们和牲畜 若喝你的水 必给你价值 不求别的 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 所以在上的求他 以东说 你们不可经过 就率领许多人出来 用强硬的手 攻击以色列人 这样以东王 不肯容以色列人 从他的境界过去 于是他们转去 离开他 所以现在 我们知道 起初呢 这个加底斯 其实已经到了 以东的边界了 所以摩西呢 为了要继续往前走 带着他们往前走 所以就和以东商量啊 因为既然以东是近亲 既然以东和 和雅各根本是双生兄弟 虽然现在一个 所在的地方是迦南地 一个所在的地方是以东地 但是多多少少 他们通通是亲戚啊 所以按理来说呢 他们跟他求情 希望说以东能够 让他们从 经过 他说呢 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 如果走田间葡萄园呢 当然那就要 那就要践踏田间和葡萄园 大家想看200万的人啊 但是他说 我们只走王的大道 那这样的话呢 你保证就不会为难你们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 我们和我们的牲畜 如果要喝水的话 我们一定给你们钱的 给你价值的 所以呢 再三地恳求他 但是最后的答案是不可以 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 因为这个缘故呢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到了21章的时候 第四节 他们从和尔山起行 就往红海那条路上走 本来他们从 从和尔山呢 从那里就可以借着 往了大道往东走就可以 结果现在不对了 现在这条路不肯了 那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绕道而行了 那这回绕道而行呢 是往红海方向 那就是往西南走 大家还记得吗 往西南走 那么大家还记得 38年前 以色列人 他们漂流在旷野 起初呢 他们漂流的时候 也是往红海 红海边走的 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 要绕过一栋地 绕过一栋地 那这条路就非常非常的艰难 这条路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为这是绕路 绕路 所以呢 大家记得 这个事实上就是 当时所发生的事 那么现在问题在这 以东人不肯 那么现在我们假定 他们绕过以东以后 那么摩亚人肯不肯 摩亚人老实讲 也是近亲 大家都知道 摩亚人是谁的后裔吗 大家都知道 罗德的故事 不是吗 我们知道 罗德是谁呢 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 那么 大家 那么大家都记得 这个 罗德 罗德呢 是亚伯拉罕的侄子 后来呢 他就住到 斯海的南边 那么那里有几座城 那么其中一座 就是索多玛 还有一座俄摩拉 那这是很有名的 索多玛俄摩拉在圣经很有名 因为 后来呢 索多玛俄摩拉呢 根本就被神毁掉了 那么有人告诉我们 在太空呢 你应该可以看得见 就是原来在斯海南端 好像有 应该有这两座城的痕迹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想 用潜水的办法 看看 的的确能不能把这两座城找到 那不管怎么样 索多玛俄摩拉呢 当初呢 是这个罗德 所住的地方 因为最早 我们知道 他是跟着他叔叔 跟着他叔叔 这个亚伯拉罕的 后来呢 他们因为牛群羊群很多 所以他们的仆人就起了争执 那么这个亚伯拉罕说 我们不可以争 你向左我就向右 所以亚伯拉罕呢 就大概在波特里 就慢慢往北走 就到了今天 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 那么谁呢 这个罗德呢 他就往南走 就到了这个斯海的南端 所以他住在那里 就是索多玛俄摩拉 所以大家还记得吗 等到索多玛俄摩拉 这个被 被什么 被这个 被神 就是被神审判了 所以呢 然后这个罗德呢 就离开了 那罗德的妻子舍不得呢 结果就变成炎柱 那么那个时候 罗德带着两个女儿呢 就到了 这个一个地方 在山洞里面 那么 后来呢 我们都知道下面的故事 那就是这两个女儿 为着替父亲留后呢 所以呢 后来就有了 所谓罗德乱伦的事情 那么 结果他们生下来的 一个是摩亚 一个是亚门 所以后来摩亚人和亚门人呢 就成了 这个他们 就成了 这个谁的后裔成为 就成了这个 罗德的后裔 所以我们知道摩亚 他所在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约旦河东 那么事实上 在斯海的东边 本来整个斯海的东边 通通是摩亚的 但是后来呢 就被亚摩利人 赶赶就赶到 只剩一半 只剩一半了 所以就等于是从 约在斯海的东边 从斯海的最南端 到这个斯海 最中间那一块 亚门河那一块 通通是 所谓的摩亚地 那么到了摩亚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 当初的算盘 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说 是先走王的大道 王的大道 你一定是先经过 以东 然后再经过摩亚 那这个是最近的条路 结果呢 谁不肯呢 这个 以东不肯 那如果你读生命纪的话 不光以东不肯 后来 他绕过以东地的意思就是 到了摩亚 那么现在摩亚总可以的 因为摩亚到底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是 不是和亚伯拉罕有关系的 因为是 罗德的 这个后裔 那罗德的和 亚伯拉罕是 这个熟知的关系 所以这又是 算是一种近亲 那么神呢 结果就把摩亚地 跟亚蒙地给他们 那么 亚蒙地是在 摩亚地北方 也就是今天 阿曼所在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到约旦的时候 你知道你的飞机 会到阿曼 那么阿曼所在的地方 就是亚蒙人的地方 然后你从阿曼 今天往南走 到了四海 那个南边的地方 那一带 四海南边那块地方 那就是所谓的摩亚地 所以大家都知道 摩亚的女子很有名 那是路德 如果大家想看 知道路德什么样子 如果你今天做 约旦航航公司 你知道那些空中小姐 那么很可能就是 像摩亚女子的样子 所以我们知道 事实上今天的约旦 是包括圣经古时候的 以东地 再加上摩亚地 再加上亚蒙地 所以大概 那一部分的这个 一部分的这个 所谓激烈山 激烈的地 那大概就是今天的 这个今天的约旦 所以 大概 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知道 结果 圣经说 他们从荷尔山起行 往红海那条路走 要绕过一栋地 我们就知道 这条路很难走了 这条路很难 那么就在 因为要绕过一栋地 后来还要再绕过 这个什么呢 绕过 这个摩亚地 那这条路就变成 非常非常迂回 不过这个迂回的道路 和他们当初 因着漂流 因着犯罪而漂流不同 那个那当初的确是漂流 没有意义的 不过这个迂回的路 有他的道理的 我们知道这里面 以色列人 他们会学一些 重要的功课 但那就是因为 这条路太迂回了 神的道路 到底是比较难 艰难 所以呢 他们心中就开始烦躁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这路难行 所以心中就甚至烦躁 所以就又开始埋怨了 所以他们就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 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这是明书记第二十一章 第五节 那么这里没有凉 没有水 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 你看他们的抱怨和 早期一代一样的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这个第一代 三十八年前 他们的抱怨 这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玛纳 我们一天到晚就是玛纳 所以他们抱怨 他们觉得玛纳不够的 就好像今天很多基督 一天到晚都读圣经 祷告都是聚会 这个日子好像不像世界上的日子 过得那么有多彩多姿 所以他说呢 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 所以这次你看又得罪神 大家还记得吗 以色列人上一代 就第一代 老一代 他们得罪神 也是同样的 也是厌恶玛纳 他一天到晚就是玛纳 所以他们 所以你看那次 也是很严重的一个事件 所以这次呢 圣经说 于是耶华是火蛇 进入百姓中间 蛇又咬他们 那么以色列中就死了许多 这是二十一章第六节 那第七节圣经怎么说呢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 我们愿赌耶华和你有罪了 求你祷告耶华 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 挂在杆子上 凡被咬的一望着蛇 就必得火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 挂在杆子上 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 就火了 那这个可以说是 他们在大概在撒末纳 所学的 撒末纳在路上所学的功课 就从阿尔山到撒末纳 不是下面一站吗 第三是四站 他们大概在走那条路的时候 特别往旷野那条路 这条路特别特别难走 结果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着他们抱怨 那这一回神就让火蛇呢 就进到百姓的中间 那咬他们 那么有许多人就死了 那后来呢 他们认罪了 他们说我们得罪神了 那么就求你叫这些蛇呢 离开我们 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 那么神就告诉他说 那么你要做一条火蛇 把他挂在肝上 那么这个蛇呢 是铜蛇 那么以色列人 怎么能够得救呢 他们怎么能够得救呢 现在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法 他们被蛇咬伤了 那么看样子呢 他们通通要死的 因为这个 这些蛇 这些蛇呢 是致命的蛇 叫他们没有可能能活着的 所以那个结果 是他们一定要死的 这个蛇的毒素进到他里面 根本不可能活着 那么活命的指望就没有 结果神就为他们预备了救法 那个救法就是说 神在 人让摩西呢 就造一座铜蛇 把它挂在杆子上 挂在高高的木杆上面 然后呢 凡是被蛇咬的 他们什么事都不要做 只要望一望那个蛇 他们就活过来了 所以这个是神 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救法 这个救法呢 简单到一个地步 叫以色列人几乎是不能想象的 怎么你看一看 什么事都不做 就可以活过来呢 就好像基督徒所说的 只要信耶稣 就可以得永生 他们觉得这个太难了 这个几乎是不可能 不可思议的 结果呢 不要忘记 神在他们以色列身上 当他们走最艰难道路 他们被蛇咬 眼看着他们就要灭亡 眼看着他们就要死了 结果神为他们预备一个救法 叫他们完全跌破眼睛 他们什么也不要做 也不是循律法 也不是十条诫命 他们只要望就可以 他们只要望着那个铜蛇 一望 一看 他们就活过来了 就好像基督一相信 就得到永生一样 所以不要忘记 这是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段 对于犹太人来讲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救法就像一二三 也可以这么简单的 那么这个果然就是他们 在那条道路上 所学的功课 好 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会我们仔细的来分析它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的美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生命绝不是干解的难题 生命绝不是干解的难题 让我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靠近最真的温柔和最美的复印 另一种气息 另一种气息 绝不是叹息 更不是告诉你 有谁跌入谷底 爱是希望的开始 上帝的美意 也是Good TV 全新的动力 我们需要好消息 Yes Good TV 穿过真爱 希望的星星 我们需要好消息 Yes Good TV 只要在祈福里 生命绝不是干解的难题 我们需要好消息 Yes Good TV 我们需要好消息 全新的爱 希望的星星 我们需要好消息 Yes Good TV 只要在祈福里 生命绝不是干解的难题 生命绝不是干解的难题 It's Good TV It's Good TV 我们需要好消息 我们需要好消息 MING PAOCI MING PAOCI